武军豪背着超重的枪包,带队找到了江远,才松了口气。 几个人此时已经换了一间视野良好,有兼顾外墙的建筑物。 来源的警员和武警们留了五六个人在房子里,剩下的人都去包围圆羽山了。 整体的局势看起来似乎还比较受控制,毕竟圆羽山周围也就剩下两个人了。 他们守在一个下山口的位置,但并没有下山,因为山下的包围圈也呼叫了援兵,等他们下去了,山下堆积的兵力只会更多。 至于上山,以圆羽山的角力和能力,那就是跑上去充当活靶子的。 因此,原本杀鸡四射的战场,此时显得格外安静。 江队,您下次可不能这样子独闯独潮了,太危险了。 于知他们都下命令了,黄菊也着急的不行了。 武军豪一边说,一边拆枪包。 木质阳等人听武军豪说什么独闯独潮,眼角都斜了过去,旁边的大壮更是急的叫了起来。 知道你的功劳。 武军豪宠溺地拍了拍罗维娜的脑袋。 木质阳一挺胸,将脸处到了武军豪的面前。 武军豪看着他,在缓缓地从枪袋里面拉出一支97-1式的防爆枪,然后一颗颗的上子弹。 防爆枪就是线弹枪,而97-1式最常见的场景,是运超车的押运员所携带的枪械。 当然,武军豪现在填装的弹药和押运员用的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。 武军豪望着武军豪的目光,重新变得和善起来,武队您亦会放心往前冲,我给您在前面顶盾牌。 人家有不枪的,你还顶盾牌。 武军豪乐了,再道,别想那么多了,以后你带盾牌跟我去喊话,不行的话,估计就该用狙击枪了。 咦,不抓活的吗? 穆智阳惊讶,尽量抓活的,但不投降的话也不能一直拖着,他们还有将近十个人逃散了不是,武军豪算是转达指挥部的命令了。 穆智阳于是就看看江远,我们配合就行了。 江远道,江队您就别上去了。 武军豪颠了一下枪,道,本来也用不了几个人,我带队上去就行了。 江远迟疑了一下,道,按说我也是警察。 江队。 武军豪略提声,再诚恳地道,您要上去,我还要派人保护您,对面总共就三的人了,还有一个是女的,咱还有狙击手。 武军豪说完,也不给江远机会了,接着就用对讲机跟山下讲了起来。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,武军豪简单地布置了一下任务,三人一组的小队就撒向了目标区域。 砰,袁羽山那边看到了动静,首先就开枪了。 枪是冲着天开的,看得出来,他们也不想冲着警察开枪,两三百米的距离,正好在步枪的射程内,万一就打中了呢。 听到枪声,武军豪立即就缩紧了掩体后面,反正态势已经表现出来了,就干脆掏出扬声器喊道。 袁羽山,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,无路可逃,放下武器,立刻投降,争取宽大处理。 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,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考虑,时间截止,我们就要继续推进了。 武军豪喊话的内容是没什么的特色的,就是经常见到和听到的劝响语。 但是,在几十条枪对峙的场景里,平平无奇的劝响,带来的威慑力是极大的。 死亡都是平凡的,毒贩的死亡更加平凡。 朴素的语言背后,是朴素的警察们的逼近,是朴素的监狱和死亡间的选择。 哒哒哒哒哒,前方一口气放了好些枪,接着就见一只枪被扔出了楼。 然后又是两条枪,双手抱头,走到房子外面来。 武军豪继续喊话,袁羽山和他仅存的两名手下,缓缓地站了起来, 下楼出门,并没有太多的迟疑,显然已经是商量好了。 远远地看过去,三人亦是一身的泥水,仿佛已经野外生存了好些天似的。 实际上,今天的围剿从早上开始,到现在也不到一天的时间。 而剑园的案件,从开始抓捕剑园的团伙成员到现在,也才是三天的时间而已。 从即将上市的百亿规模的剑园要页的总经理,到尼侯市的阶下囚, 袁羽山自己都有些没醒过来。 武军豪带着人,照旧分散接近建筑物,再冲上去锁人, 同时还派人进入楼内搜索。 江远这时候才跟穆智阳一起,来到前方。 袁羽山望着江远的大长腿,嘴唇紧紧地抿着,表情变了又变。 曾经,他说会在见面的话的时候,正是他自我认知最强烈, 最自信最自豪的时期,而在他带着人再去见江远的时候, 其实自是有手段有实力,但很显然,他在剑园集团建立的信心并不适用于全场景。 此时此刻,袁羽山倒是想像那些被逮捕的罪犯们那样, 说上两句狠话,或者说上两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, 最好是能影响到警方的判断的。 但是,轮到自己的时候,袁羽山突然意识到,我不能乱说话。 现在说的话,就等于是交证据给警察。 虽然他留下的证据够多了,可谁又说得清楚呢? 毒贩子被判死缓的情况也是有的。 我派人送他们下去。 武军豪又喊了半队人,送三人下山。 一直等到看不见人影了,武军豪才重新整队, 拉着江远做第二梯队下山。 山上的搜捕还会继续,但大概率是不用江远忙活了。 等到了山下的指挥部,再见到徐泰宁等人的时候, 江远才问,袁羽铭呢? 找到了吗? 找到了。 徐泰宁的回答同样令人惊讶。 从哪里找到的? 爆炸地点附近,有一个天然的山洞,袁羽铭就在里面溜冰。 江远愣了一下,才醒悟过来,道,就这么被抓了。 周围小弟都跑了,他自己基本吸吠了,不抓也活不了多久。 这次说话的是刘锦辉。 相比之下,徐泰宁的心情就更复杂了。 三名袁家人均已被抓,剑园团伙的首脑也算是齐聚一堂了。 如此一来,徐泰宁搜山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。 但是,人还是要抓的。 徐泰宁也只能扣扣索索地重新组织人手了。 他深深地看了江远一眼,不知道内心已经写出了几本真言了。 所以,老鬼最后是谁?江远还有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。 袁家人出去了,就是老鬼。 刘锦辉轻易地给了江远答案。 有点意外,也不奇怪。